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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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OK 好 所以再两天 就连外围环流都不会产生影响了 OK 好 所以这是有关于相关今天跟明天大概来说的天气状况 所以如果说周末假期你想要出去走走的话 选择礼拜天会来的好一些 好 那这是天气 那空气品质部分的话呢 也都还算是好了 那现在的话呢 就算中南部空气品质不好 大概也都局限在高平地区了 所以高平地区的局部地区 在今天呢可能是橘色提醒 其他地方呢都是良好到普通等级 OK 好 那我们来看每个地方详细的温度 还有降雨几率 我们看到呢 在北部地区啊 这个降雨几率还是高的 这个是20到24度降雨几率30%到80% 好 那中部地区21到25度降雨几率30% 南部地区21到27度降雨几率30% 好 在东半部地区呢 宜兰20到22度降雨几率100% 花洞呢21到26度降雨几率80%到90% 外洞呢18到24度降雨几率10%到30% 好 所以呢显然呢这个外围环流 对于全台湾啊都有一点影响 所以南部的天气呢也变得凉了一点点啊 OK 好 所以呢这些是跟天气相关的讯息 在礼拜五借近周末的时候呢提供给大家 好 那台湾天气一样 接下来要看的是疫情啊 这个疫情真的很伤脑筋 可想的是这个欧美啊 这股市呢重挫为什么呢 疫情呢又再次的在全球啊 又突破了单日的新高 已经来到了62万人感染了新冠肺炎一天 在昨天这个数字是58万人 在前一天是51万人 就是不断的啊 这个像是爬楼梯一样越爬越高越爬越高啊 好 所以呢这个单日新增62万人感染 然后单日新增呢 9480个人死亡啊 这也是一个新高 所以再下来的话 可能每天就要1万人1万人死亡啊 这样的数字其实坦白讲 累积起来挺吓人的啊 所以目前全球已经来到了5305万人感染了新冠肺炎 129万人死于新冠肺炎 好 那这个在今天呢 单日新增啊 这就是单日的状况 破万的我刚算了一下 呃最少最少 15个国家都是一天之内就破万人啊 这个感染的新冠肺炎 当中的美国已经连续第8天还第9天了 破10万人感染新冠肺炎 我们看看呢 在今天呢 这样的一个疫情的最新状况 美国呢 又破新高 他单日新增148923个人呢 感染了新冠肺炎 呃 1076个人死于新冠肺炎啊 所以美国目前真的是 呃 从上个礼拜天开始啊 这个破10万啊 什么10万啊 11万啊 12万啊 13万啊 到现在啊 这个几乎都在这样的数字越来越往上走 今天14万 好 那这个除了美国特别飙高到10万以上 一天啊 其他的话呢 大概就是印度是第二啊 他是四万多 43,861个人感染新冠肺炎 那再来的话呢 又回到了欧洲啊 这个欧洲呢 在今天呢 单日新增最高的是意大利 单日新增37,000啊 那然后的话呢 回到巴西 巴西呢 单日新增34,000啊 所以呢 巴西呢 虽然前几天又好一点 现在显然的又跳回来了啊 然后呢 又是一连串的都是欧洲国家 欧洲国家在今天至少有九个到十个国家呢 单日新增破万 好 除了我们刚讲意大利最多之外 英国33,000 法国33,000 德国23,000 波兰22,000 俄罗斯21,000 西班牙19,000 乌克兰100,000 罗马尼亚一万 所以这些国家都是不断的往上标啊 连这个奥地利也接近一万啊 但是九千多 所以整个的欧洲目前呢 又是破 整个的欧洲啊 单日新增28万人感染新冠肺炎 也是破新高 好 那另外的话呢 我们就很快的来看一下破万的国家啊 在美国 在美国跟欧洲之外啊 这个伊朗 伊朗破万啊 这个伊朗呢 是11517个人的感染的新冠肺炎 阿根廷啊 所以呢 这个南美洲的阿根廷 在巴西之外的阿根廷 也是破万一万一千多人感染的新冠肺炎 然后的话呢 除了我们刚刚讲到的 就是说 亚洲地区有印度跟伊朗破万 然后呢 南美洲是巴西跟阿根廷破万 然后你可能想象不到的是 美国里面的伊利诺州 光光一个州也破万 他新增了一万两千七百零二个人感染的新冠肺炎 所以目前来看的话呢 美国的整个疫情真的是很很险峻啊 你看这个州除了伊利诺州看起来很多之外 我刚看到这个像德州 德州有八千多人感染新冠肺炎 所以对他们的统计来看的话呢 目前看起来呢 除了破纪录的14万人啊 新增的单日感染之外 有49个州感染率跟住院率都在上升当中 好所以呢 包括了巴士顿 包括纽约 包括西卡古这几个大城市 都宣布了更新的限制跟宵禁的措施 好所以呢 就是我们看到啊 这个跟疫情有关真的是很伤脑筋啊 所以美国自己在选举期间啦 我觉得跟选举有关啊 就是这段时间不管投票啦 开票啦 还有这连串的一些我们讲到的 这个街头上的 这个示威抗议啦 支持啦 狂欢啦 这样的一个状况呢 都让美国的这个疫情 看起来很伤脑筋 但重点还在于 他们交接竟然碰到就卡关 现在呢在一个过渡期 川普不愿认输 然后拜登呢 要接接不下来 那他虽然宣布了 这个12个人 13个人的防疫小组 但是没有办法 没有公权力 不能做什么事嘛 只能说好 我们宣布成立这个小组 然后如果一上落了 就可以立即展开一些措施 再来的话呢 也只能够道德劝说 呼吁大家戴口罩 这是拜登呢 前两天所说的话 就对美国来说的话呢 即便选举过后啊 在这个法律战 这个僵持期 虽然说到最终 我就说看起来 大概来说 不太可能有意外啦 觉得拜登应该是入主白宫 但是呢 这70天里面 我认为美国还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不管是疫情上面付出代价 民主的招牌 欧向都要付出代价啊 好那所以呢 另外一个呢 就是美国的联准会的主席鲍尔啊 那昨天呢 在出席欧洲央行的线上论坛的时候 就跟包括跟欧洲央行的主席啦 英国的央行主席啦 这些其他巨头 在谈论有关于呢 疫情对于全球经济的影响的时候 这个鲍尔说 美国的经济短期之内呢 显然的会受疫情的不确定性的影响 目前的复苏力道已经放缓 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疫情的问题 真的是很伤脑筋 好所以很快的接下来看呢 这个受到影响的欧美股市 好这个欧美股市呢 等我一下这个电脑要稍微跑一跑 OK都是全面性的下挫的啊 先从美国开始看起 好在美国呢 道琼根指数下跌了317.46点 收在29,080.17点 跌幅是1.08% NASA指数下跌76.84点 收在11,709.59点 跌幅是0.65% 而S&P500呢 下跌了1% 费纯半导体呢 跌了1.31% 这是美国股市 那欧洲呢 三大指数呢 也都是下滑的 英国跌了0.68 OK我们休息再回来 好回到来生时经啊 所以我们刚才讲到的是 欧美股市啊 这个受到疫情呢 大幅度的继续的啊 这个狂增啊 继续的破纪录啊 所以呢因此呢 都是下跌的 我们刚讲到的是 德国下跌了1.24% 英国呢 下跌了0.68% 法国下跌了1.52%啊 那不许是欧美股市下跌 这个美国的原油啊 这个纽约的西德州原油呢 也是下跌的 跌了0.8% 收在每一桶 41.12块钱美金 那伦敦布兰特原油呢 是先跌后涨啊 所以小涨涨了0.6% 就在每一桶44.05块钱美金 这些部分都反映出来 对于疫情呢 相当的忧心啊 包括美国的恐慌指数呢 在昨天的大涨 那再来的话呢 一些避险的情绪啊 也显得非常的高昂啊 包括呢 这个资金涌入了 在市啦黄金啦 所以这些部分呢 看起来都反映出来 对于疫情的担忧啊 在美国选后呢 其实并没有稍微的趋缓 我们刚讲到了 这包括呢 这个政情还是很复杂 然后呢 疫情不断的飙高 好 所以呢 看到了在美国股市里面了 这个大部分看起来的话呢 尤其是能源科技跟金融类股啊 在昨天啊 看起来都是同步下滑的 大概只有中概股啊 比较是逆势上扬 因为中国的经济表现呢 相对来说 因为疫情啊 也和缓的关系 所以相对来说 变得有点一枝独秀 好 那所以我们刚才讲到 这个最主要的影响呢 是来自于啊 这个美国的疫情 这个美国的疫情 我刚刚看了一下啊 其实 呃 我刚讲伊利诺州嘛 这个破万 还不止了 这包括像是呢 这个麻州啊 这个麻 麻州也是破万啊 这个10242个人感染的新冠肺炎 那尤其是中 这个纽州 16000多人感染的 新冠肺炎啊 那啊 这个另外的话呢 很多个中西部的国 的州 什么威斯康金州 7000多 欧亥有7000多 呃 这个米什根也7000多 然后再来的话 像是 呃 宾州啊 6000多 这个印第安那州啊 也是6000多 都是单日啊 就那么多人感染了 这个 新冠肺炎啊 新冠肺炎啊 所以呢 其实对 呃 美国来说的话呢 是真的拉紧报 OK好 所以呢 目前呢 就是跟疫情有关 那呃 好消息的话呢 除了先前的辉瑞啊 还有呢 这个德国道 BioNTech合作的 这个部分之外 那另外的话呢 其实嗯 像比较好的消息是 先前不是 就是前两天啊 这个巴西一度呢 中断啊 这个中国大陆 委托他们所做的 呃 叫做科兴啊 这家公司的啊 新冠疫苗 那现在呢 啊 说重新恢复啊 这开始进行临床实验啊 所以呢 先前是被叫停了 大概两三天的时间 那这个啊 这个科兴疫苗是目前呢 中国大陆最先进的 疫苗之一了啊 OK好 那这个部分是期待啊 接下来有比较好的消息 那另外的话呢 可能是包括辉瑞啊 这个宣布了比较好的消息 所以先前讲到呢 呃 进度落后 包括它的品质也好 包括它的量产 都碰到问题的俄罗斯 他们现在宣称 哦 他们的呃 这个斯普尼克 哦 V 哦 他们这个疫苗 说经过实验呢 也有90%的防护力 哦 所以呢 大家都在拼 看谁 OK 让第一个疫苗问世 而且呢 这个问世的疫苗呢 是呃 不良反应是来的最低的 哦 他可能相关的副作用 是最安全的这个部分 大家都还在拼了 哦 不过呢 我们也谈到过 就算说疫苗成功问世 可能呢 还要有啊 半个月到一个月的时间 那而且一开始量一定不多 哦 是一些比较少数 急需的人去使用 那再来的话呢 就算开始大量了 到明年 他怎么样子去运送 怎么样去分配 哦 这都会是未来蛮棘手的问题啊 所以对于台湾来说 同样面临这样的问题啊 所以在今天 还是要有这个东阳制药啊 这个后续的一些疫苗 显然的跟行政院之间 呃 呃不能讲互推责任啊 但是开始啊 就是呃 到底该怎么办啊 目前显然的啊 都对台湾来说的话呢 呃 我看到这个相关的报道讲到 林全昨天出来开记者会了啊 他说呢 确实我们政府采购的啊 这个数量是不够的 哦 所以他当初说了 说如果买三千万 他可以好好的去跟BioNTech去谈 但我们只要两百万 我们只要两百万计啊 这个庄文响也承认了啊 说我们只要两百万计 那为什么只要两百万计呢 呃 看起来啊 这个防疫中心的意思好像是说 他想要分散 分散来源了啊 那所以呢 不可能针对单单的一家公司 就买这么多 这是昨天防疫中心的说法啊 因为昨天林全的意思 显然的意思是说 我谈不下来 不是因为我没能力谈下来 而是你给我的数量跟价格 都没有办法让我去好好的谈 所以我们目前呢 呃 看起来防疫君只授权他们呢 去谈两百万计 那如果两百万计的话 第一个数量太少 你还不愿意卖 第二个呢单价太高 我们也买不起 也买不起 所以那就是为什么目前看起来 我们跟这个东阳制药 BioNTech这边呢 能够促交的最主要的原因 难产了啦 那所以昨天林全说 如果有其他公司愿意的话 他的意思就是说 我没办法了 你给我这种条件 我没办法去谈 那如果其他的制药公司 有兴趣 欢迎他们去跟 这个BioNTech谈 OK好 所以这个话 对于大家应该有印象 曾经担任过行政院长的林全 蛮温和的他来说 我觉得这个话听起来 已经算是重的了 好那还有其他的呢 是他昨天记得会里面讲到 呃 跟内线交易有关的话题 所以先 待会就再来说了 我们刚刚现在在讲的是跟疫苗有关的消息啊 所以疫情跟疫苗大概在今天呢 呃 很严重的影响了 目前呢 全国全球啊 这个经济当中的气氛啊 那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一些相关的新闻 好那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呢 还有一些比较重要的 呃 这个欧美股市当中的消息啊 呃 再来一个的话呢 就是呃 宅在家的 呃 宅经济啊 这个这两天双十一嘛 新年讲到阿里巴巴虽然破纪录啊 但是因为现在似乎呃 这华尔街日报的调查报道啦 说呢 他们所了解到的当初IPO被战舍喊停 不是只有得罪到王岐山而已啊 是习近平亲自下令 啊 他认为呢 目前这个状况 呃 对于啊 这个 就是说新前有人啊 这个路透社也有报道 他说呢呃 这个中国的国务院啊 其实已经编写了一份有关马云演讲的 搜集的民情报告 因为他在那场演讲里面 批评到了中国的整个的呃 监管制度的扼杀创新啊 必须要改革啊 才可以继续往前走啊 才可以刺激成长 那显然听在 握有权力的高层员的耳朵 很不舒服吧啊 你说我监管扼杀创新 那我就监管给你看 所以目前看起来的话呢 反垄断法啊 这个即将出炉 那如果这样子的话呢 对于阿里巴巴来说 当然啊 这个首当其冲 所以他们的股价并没有高 反而是今天看起来 有一家叫拼多多的 呃 这两天啊 就让他的股价暴涨了 百分之二十点四一 说是上市之后的首次啊 这个季度的盈余 比去年成长了百分之九十之多 OK好 所以呢 这次跟宅经济有关的话题 那休息一会儿 再回到现场 好 回到来时时间啊 那我刚讲在在欧美股市里面几个比较主要的 事实上也都是受到疫情的牵动了 不管是在经济是因为疫情而好 但是接下来疫苗出来的话呢 一度让他们呢 呃 这个相关的部分也跌了一两天 包括科技类股 那但是呢 大部分目前看起来如果疫情持续下去的话 呃 坦白讲这个疫苗不会那么快 所以整个的气氛目前显现出来的话呢 还是啊 这个对呃 大部分的经济啊 是造成蛮大的压力的啊 所以我们看到呢 呃 包括疫苗的公司啊 另外一家叫Moderna啊 那他们呢 涨了百分之六点五亿啊 因为他们说取得了足够的数据 将针对呢 新冠疫苗的他的啊 他们自己有一款疫苗来进行第一次的啊 这个期间分析啊 但是因为没有把这个呃 什么时候会真正的把这个有效数据提交给独立委员会来审查啊 所以呢 他的股价有涨 但是并没有涨很多 但是目前整个的疫情的气氛啊 市场上面的似乎都非常担心啊 包括像鲍尔啊 他这个话呢 呃 在他们啊 这个三大巨头的线上会议当中传出来之后啊 这个在尾盘也造成了啊 这个右翼度的灌压啊 所以呢 让股市又跌了一下啊 那大部分的人都担心啊 因为他讲到说 呃 对于啊 美国的经济的复苏啊 是会放缓的 因为有更多的城市 我们刚讲到了巴士顿啊 纽约啊 呃 还包括了西卡古啊 他们都采取了更多的一些限制的跟隔离的措施 所以呢 他们担心说可能接下来的话呢 会导致新一轮的企业裁员潮 OK好 所以呢 就是市场当中呢 呃 的一些讨论啊 那当然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呢 包括油价 我们刚讲到说呢 油价在美国部分啊 也是下挫的 呃 这边谈到说 甚至啊 现在在11月底啊 即将要登场的OPEC他们的决策会议啊 他们要讨论啊 本来是讲到说是不是明年初就要开始恢复正常的啊这个啊产量了 那但是现在看起来的话呢 不但要讨论是不是延长减产 甚至呢 还说要扩大减产 就连量可能都还在扩大 他们担心啊 目前这个状况看起来 石油的需求 即便因为有疫苗的小小曙光 但是呢 大概要到明年下半年啊 整个需求才会更更明显的恢复 所以呢 比较乐观的看呢 大概都是 明年开始有小小曙光了 那但是到了中后期 才会啊 真的大家会觉得啊 因为有疫苗的关系了 而且都够打了 大家都打了 所以才可以比较正常的恢复 整个地球啊 可能该要有的人类的活动的运转吧 那还要疫苗啊 都是顺利的才可以啊 包括我们刚讲到的成功上市之外 还要能够顺利的配送 而且价格要得宜 OK好 所以呢 这些部分呢 都是我们看到啊 跟这个呢 欧美股市啊 最主要有关的跟疫苗跟经济 有关的消息 那另外呢 美国的话 他们在就业部分的话 看起来是还好了 他们这个每个礼拜五 都会有一些公布啊 这个请领失业金的状况嘛 这个请领失业金的状况 初次请领的啊 原本预期73.4万 现在降到了70.9万 那连续请领的 原本预计是400 690万 现在变成678万 有微幅的往下降 OK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好但是呢 另外一个呢 还影响到 股市也影响到这个全球的啊 这个注意力跟观瞻的啊 也以及所谓的民主啊 到底是怎么被诠释 怎么被实行 美国现在正在做一个最大型的实验 而且美国这个实验 目前看起来依旧的很难堪 好所以呢 这个相关的消息里面 大家当然很关心是 除了呢 拜登什么时候接啊 川普什么时候离开之外 嗯在这个最后的仅存的70天左右的时间啊 这个疯狂川普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来啊 今天的这个最新的消息啊 嗯 美国他们除了呢 对于香港啊 这边呢 前两天有寄出啊 一些所谓的啊 限制令之外 针对整个的中国大陆的投资 川普呢 最新消息 他再度签署了一个呢 对中国投资的行政命令 禁止美国人投资跟中国军方有关的企业 那这个牵测到的中国企业啊 大概有30一家 那所以呢 他这边并没有讲说跟美国 美国跟这30一家公司做生意的企业有几家 那但是呢 美股立即的啊 这个应声下跌 我这边讲到说呢 消息一出来之后呢 道琼就跌了300点左右 好 所以呢 显然的川普啊 这个习近平还没有那么快的发贺电给拜登 是有道理的啊 这川普真的是他殷勤不定啊 他最后会在这个他手上还有权力的时候 做出哪些事情来 到底是为了他还是为了整个的美国 那嗯 这个部分真的是啊 这个看起来呢 随时都很可能有一些意外之举出招啊 所以大家也都在议论纷纷 OK好 这是一个 那另外的话呢 却有一个比较矛盾的部分啊 就是说如果说拜登打算啊 因为他自己的权力啊 在这个最后的啊 大概有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啊 在1月20号就任啊 新任这种就任之前 有什么动作的话 但是整个的美国呢 他还有他自己的一些相关的机制啊 美国的商务部 他们宣布 他们不会执行对于TikTok相关的关闭的命令 那这个的话 算来对他们的联邦法院 所以他们的司法体系 某个程度来说还算是独立的啊 所以呢本来在啊美国时间啊 这个礼拜四 就今天他们应该是要呃 依照前面一连串的事情啊 他们应该是要呃要求啊 这个有一些美国的公司不得去提供啊 任何的呃就是不能够再去使用这个TikTok的这个软体了啦啊 这在本来就今天啊但是呢目前的商务部援引了他们费成联邦法院的裁决啊所以呢这个裁决就说啊他不会去执行本来可以有效的push中国所有的影片分享应用包括TikTok在内都要关闭那这个里面的包括了本来啊包括Apple啊Apple里面的TikTok软体还包括Amazon的跟Alphabet他们为TikTok提供的一些云端啦网路啦脱款的服务本来都不行啊但是目前看起来的话呢呃商务部援引了啊这在本来就今天啊但是呢目前的商务部援引了他们费成联邦法院的裁决啊所以呢这个裁决就说啊他不会去执行本来可以有效的 引了费成联邦法院的裁决OK你可以不用去执行这个相关的禁令好所以呢目前呢看起来TikTok这件事情有点像是暂时啊这个逃归节那一切的事情应该就会等到比较像是啊拜登啊如果真的入途白宫之后到底美中之间会是一个什么样另外的局面啊这个就是拜登对于中国的态度啊目前看起来大部分的分析啊我也觉得也合理去依照过去拜登的行为模式他担任过 担任过很很长时间的外交委员会的呃这个呃这个呃算是主席然后他也去中国大陆访问过很多次他跟习近平很不一样的是啊像嗯川普是上任之后认识了习近平马上就两个人如胶似漆啦至少在川普的口中经常说啊我最敬爱的呃我最喜欢的啊这个领导人嗯但事实上呢拜登在担任副总统跟过去啊这个在担任参议院的时候 直到呃中大陆议访问跟这个习近平至少有七八次啊这样的一个见面的情谊啊那再一个就是他们的采取的方式比较是希望可能是联合啊这个西方的盟友对中国渐渐围堵尤其在科技啊这个方面但其他的部分的话呢可能既竞争又合作啊所以未来会怎么样我们休息再回来好回到来时时间啊什么刚刚讲到的是啊这个川普他在目前 啊虽然选举还在啊开票当中当然啊他还是目前的美国的总统啊所以还继续的行使啊他的一些权利包括他签署了一个行政命令啊要求呢美国的美国人啊他们就是美国企业呃不能够对31家呢啊这个中国的企业而来进行投资而且这些企业都是跟军方有关啊那我刚看进一步看了一下啊这些部分很可能包括的是跟被认为跟军方有关的了包括一些大型的国有的 比如说航空公司啦呃这个研究一些像是呃这个呃外太空的啦啊这个造船的啦啊还有包括建筑的啦啊等等公司其实这些科技公司啊他们都认为说他们可以使得中国的军方呃因此获得更先进的技术还有专业的知识啊帮助他们呢继续的扩大而不管在科技上的提升还是在军事当中的扩张而因此的话呢就是进行限制好所以呢这个部分接下来呢拜呃拜登会怎么做 那我今天看到呢这个华尔街日报呢有了一篇文章啊特别去分析了美中之间呢拜登可能的状况先进行纽约时报也做过分析啊那这个纽约时报的分析比较会认为说呢呃就整个大的局势来说的话呢应该就是呃中美战略对峙啊这个局面不会有太大的改变但是呢拜登的整个的调性啊会来得更加的呃就是可可讨论啊可谈判那事实上呢华尔街大概来说也是 呃站在这样的一个类似的立场他们就访问比较多的是一些商业的领袖啊跟一些民主党的顾问因为接下来很可能是民主党的人要来入主嘛啊所以他们简单的来说他们认为呢拜登对中国大陆的科技的战略呢应该是加强防守低调进攻啊那所以加强防守的意思就是说避免啊这个中国呢他的在经济部呃科技部不断的超越美国啊所以这部分看起来应该还是非常的强硬但是呢低调进攻值的就是因为现在 现在的川普几乎都是敲锣打鼓啊那然后的话在这过程当中也因此这样子啊台湾成为一个非常显著的棋子嘛好像就不断的拿台湾去刺激这个中国大陆那如果说呢今天拜登转为低调进攻的话呢嗯他的手法可能会比较不一样啊所以这部分我觉得就是第一个就整个呃经济产业面来说值得关心因为在整个产业令里头也就是在很多科技半导体其实呢中美的大战里面是夹杂进台湾 我觉得这部分是我们要在从经济面来关心的但从政治面而来关心就是当如果今天拜登不像是川普一样不断的拿着台湾去挑衅中国大陆的时候那我们啊这个这段时间以来最近的半年一年被铺承出来的我们几乎就都是嗯就是靠着啊这个川普非常需要我们因此换来一些军售啦换来一些官员来台啦那如果拜登不走这一条路线的话那么台美之间的关系会变成怎么样 就没有这些看起来放烟火式的很华丽的啊这些部分的时候啊形式上的部分的时候当然这个军售不是形式军售是实质啊但是呢官员来台我向来觉得就就没有什么实质吗他没有真的带来给我们什么想要的东西有啦带来了莱特多巴胺的猪啦但是我们要的这些所谓的呃不管是自由贸易协定啦啊包括现在为止啊说这个11月20号要登场的台美经济对话也不就是上次克拉克说要来 要对话结果后来没有就突然间黄牛了就变成只有说来调研李登辉那所以现在在川普下台之后就补我们一个对话也就这样子啊因为我们真的想谈的部分并没有谈到他们要谈的都是美国关系的产业链啦5G啦呃卫生政策啦等等等啊OK好所以对台湾来说到底我们在谈论有关于呢呃拜登啊接下来拜登时代他的中美啊可能的这些微调的时候其实 优关的就是我们台湾不管在经济上在政治上啊等等可能必须要去思考的部分啊好所以呢这是我们今天看得到啊跟这个中美之间啊这个相关的话题不管是川普的作为以及呢他们分析啊拜登可能的一些呃做法好那当然拜登做法还是要看看他到底有哪些人好所以今天我们看得到的持续性的一些没选的相关后续的新闻啊这拜登已经呃选择了呃就他的白宫幕僚长了就算目前 呃看起来他们联邦的总务署啊还是很坚持因为他是呃川普任命的嘛他就很坚持现在不能交接 连听简报都不行我是真的觉得有点伤脑筋啊连听简报都不行 好那所以呢呃拜登只好自顾自的啊做自己该做的事情他就选择了一个白宫啊幕僚长啊这位白宫幕僚长呢叫做克莱因呃他是啊这个前总统欧巴马的长期顾问啊有个绰号叫做埃博拉沙皇 那啊据说他的啊就是对于这个整个政治的研判非常的精准啊做事情非常的果断啊啊那呃他这段时间就是在过去那段时间啊也都是帮拜登不断的去呃组成一些相关的人设啦包括我们看到这个最新的十二十三个人的防疫团队啊也都是由他呢来组成的那这段时间呢也是都是帮助拜登去因应这些事情OK好所以呢幕僚长就有点像我们的总统府秘书长啊 你可以想象像这样蔡英文他会找陈菊啊觉得他很信任啊当初是苏家全啊所以这样子的一个人是总统身边的一个蛮信任的啊要帮他打点很多这些事情的人啊所以这个人当然要先敲地 好那再来一个呢呃比较有意思的人事案啊目前看起来啊我刚刚东看西看应该是他主动要争取 但是为什么有一个人可以主动争取说我想要当劳工部长 这个人呢是当时在民主党内部啊非常受欢迎有些广受年轻朋友欢迎的阿公啊一位阿公就是桑德斯 就是呢被认为呢是在民主党里面偏自由派很主张正义然后甚至有人觉得包括川普啦在川普的口中他叫做激进左派啊 那他显然的啊他在呃民主党的初选过程中输给了比较温和派的拜登但是呢其实真的很多年轻人非常喜欢他啊因为年轻人可能认为呃一代跟一代之间啊他们的一些胜利果实都被那些既有的权利者啊都拿去了华尔街的人所以呢他们认为这个世代之间的正义跟公平分配而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哦所以桑德斯显然呢他也觉得他应该可以为呃年轻人哦做点事情他主动出来说如果拜登愿意邀请他出任劳工部长哦他会接受 这么话进来就是人家好像看起来并没有哦因为有些事给我别人哦有这个消息然后呢他说OK我愿意我看了半天呢呃并没有哦他是很蛮主动的哦接受CNN访问的时候说他说我的工作经历 让我呢认为我如果可以出任一个能够站出来为劳工家庭奋斗的一个位置我会非常愿意去做我会啊所以他就释放出一个要争取的消息啊那不晓得拜登会不会让他做这个事情呃这可能是一个斗士啊蛮蛮蛮 好回到蓝轩时间啊所以我们刚刚讲到的呢大致来说就是有关于啊在今天看得到跟没选有关的新闻啊那桑德斯他就是如果他呃真的啊我想我们对拜登来说可能要思考可能更复杂一点啊因为呢确实啊这个桑德斯对于年轻人来说啊这个对于劳工啊这个家庭来说的话呢是一个非常棒的代言人啊甚至是一个像斗士一样的不断的要求改革啊但是对于呃拜登来说的话呢 其实一开始选举期间呢呃被这个川普指为啊他是一个呃什么社会主义者啊这个如果说他当选的话呢这个美国就会像委内瑞拉一样呃讲的其实也就是所谓的激进左派啊所以对于桑德斯来说呃他想要这个位置但是对拜登来说的话给不给他这个位置呃可能哦他可能要思考的更多那对于呃这个拜登来说的话呢像是在选举末期啊他可能思考到说呢为什么他的蓝领的啊这个选民 越来越流失这次到目前为止呢其实啊这个民主党内是有在检讨包括美东美国的媒体有在问的因为两方的差距真的是还蛮紧的到现在为止啊还在开的票里面大概来说的话呢呃两个人的在普选票的差距只有百分之三点多而已然后真的是还蛮接近的那过去的民主党啊所争取到的一些蓝领阶级这些票呢基本上都被川普呢给拉走了为什么就对于拜登来说对民主党来说可能必须去思考这件事情 就确实对于美国人来讲啊他们可能呃比较中高阶的中产阶级啦哦比较高阶的这些人他们的工作因为那么多的移民进来或者是一些属的全球化的产业链啊移出去可能不影响到这些人的工作跟他们的生活但是中下阶层的呢备受影响哦那所以呢后来拜登其实有在后期的时候呢针对到海外投资的企业加重他们课税好说如果他当选他加重课税意思就是我要逼你把产业链 搬回来就他也必须要去面对这个怎么样找回他失去的选民的这些问题啊所以呢嗯他用什么样的方式啊所以呢是不是桑德特会是他的有力的助手或者说他可能必须要思考更多的更广泛的事情我想都是在他安排啊这个接下来的呃内阁人选的时候啊现在我想现在啊这拜登正在伤脑筋的事情也会反映出啊他未来的一个嗯不他的全球的还是他国内哦 正情该怎么解决的一个整个的谋略了啊OK好所以呢这大致看起来是有关于今天比较重要的国际新闻好了回过头来呢看台湾啊台湾今天有几个新闻啊一个是我们刚刚讲到的有关于啊这个嗯东洋制药的事情啊那我们刚有关于疫苗的部分啊大概已经讲了差不多了但另外的话呢今天联合报放在头版头条的事实上是林权昨天讲到的另外一部分到底有没有内线交易啊 我觉得很特别因为林权这个人啊真的是相对来说比较温和啊比较像学者气息讲话都还算含蓄啊但是他这个眼下自己听起来应该是他认为有可能有内线交易啊是我们的经管会的主委也说看线图确实很奇怪啊因为呢在当天他们宣布呃也不过就是从他们宣布说要去谈判到最后谈判破裂中间可能也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在宣布谈判破裂的那一天之前呃 呃这个大幅度的哦有人哦这个等于就是交易量哦比往常大很多所以呢林权说的确有内线交易的可能但他强调他认为呢呃他的意思是知道他自己从来不会去炒股他说呢他绝对不会内线交易欢迎来查哦但是他说他高度怀疑有外部人士他说呢我没有办法知道是谁我希望主管机关尽快查出来好所以他这个话呢跟陈时中被问 到的时候啊大家都说陈时中也捞过戒了因为呃在立法院里面被询的时候有人问说呃这个部分有点怪啊因为线图真的很多很怪所以该不该查陈时中说他觉得没有必要查那大家就说那你又不懂这个东西为什么觉得没有必要查啊那难不成有什么事情你觉得不想被知道吗哦等等不知道啊那但是林权的意思就是他他建议主管警官应该要去查所以曾经担任过呢呃行政院长财政部长的林权啊他连他都这样的 觉得他一方面当然想要自我澄清啦证明我没有啊去炒股我没有内心交易但他高度怀疑有外部人哪些人是外部人啊他说呢其实谈疫苗的事情没有我不是只有我们知道啊这个事情是攸关国家 所以很多单位在过程当中都知道包括了出奇的仲介包括了拥有BioNTech疫苗大中华销售权的上海复兴医药也包括了后期在台湾可能运送疫苗的多家业者还包括了医院还有跟东洋洽询是不是可以自费啊来买疫苗的等等都是林权所谓的外部人士甚至我在想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跟政府啊这个防疫 中心之间因为这是国家的事情事情嘛啊所以呢政府单位有没有人知道他会不会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哎也来进行可能的林权口中所说的外部人的内心交易真的就不知道了啊所以我觉得就像林权说的是不是应该啊干脆就主管机关去查啊否则的话呢这件事情本来在林权的口中还认为是个美式一桩啊他就他觉得疫苗的事情是国家的事情是政府的事情又不是一个单一企业的事情所以现在听起来好像都是 他们这个企业的责任一样啊所以听起来他似乎也有一些不太爽快了啊所以呢他的意思就是说嗯刚讲到了啊就是说呃不管是数量不管是价格那反正就谈不懂所以他就欢迎其他的呃业者如有兴趣去谈吧啊这还就是这个样子OK好所以呢 呃欢迎中心还讲到说明年啊我们应该可以呃有啊这个来自于辉瑞跟BioNTech的疫苗照林权这个说法真的不知道是哪里会会生出这些疫苗因为他已经不打算去谈了嘛而且林权也说的很清楚啊就是说呃显然这个数量是是不够的啊没有办法去用200万剂就去跟人家谈人家不愿意卖 不过林权也说了他说呃政府可能有政府的考量了买多买少呢都有原因吧啊所以呢总而言之他就没办法谈了在政府这样的一个条件底下 OK好所以呢就是有关于一个疫苗到底台湾能不能够打得到再来一个就是里面有没有内线交易啊这个前行政院长林权为了要证明自己的清白昨天出来开了一个记者会 那另外的话呢要证明自己清白的还有啊就是一家牛肉面店这实在是真的有点太夸张了啦这讲到的是这个莱猪事实上呢呃民党政府啊为了要去强调说莱猪进来啊安全无鱼啊就不断的去讲说那有没有来牛所以呢从先前啊这个农委会的主委啊这个陈吉仲在立法院里面 被寻的时候不断讲说那牛排店呢美国牛排你们是照吃啊所以您搞了很多牛排店觉得说你们 朝野之间去争斗你不要殃及无辜我牛排店开的好好的突然间要来讲我牛排店说有来来牛干嘛呢 那昨天啊这个在立法院又来了啊这个是还不是在立法院是行政院啊呃是行政院的发言人呃事实上也就是立法院里面这两天啊都有一些相关的呃质询工坊啦这个寻达的工坊啊那这个行政院的发言人叫做丁怡明他就在他的呃推特当中贴了一个照片啊说呃总而言之我就讲到说呃国民党呢去质疑这个莱猪 那事实上呢呃这家今年拿到台北市牛用截冠军的用的就是莱季美牛 结果气的那个他说呢这个叫叫这家叫皇家啦皇家传承哇这个电话被打爆了啊你说哦原来你用的是莱牛 结果后来他们就拿出证明他们用的是美国牛没错但是是零检出政府颁发给他验证过的零检出的美国牛 好所以呢这个业总的要求政府道歉那所以昨天呢这个丁怡明呢赶忙的跑到这家牛肉面店去吃牛肉面 说呢呃他就是道歉了啊他说先前没有查证那但是呢目前看起来呢真的是引发了轩然大波 就是政府为了要去转移莱猪的话题呢呃让店家啊就是有点抹黑店家 所以今天越来越多政治人物都说要去吃牛肉面 OK我们今天到了周末一块拜拜